哈喽大家好 Re1です 好在刚才就靠了这一对 无道技成功通关的 这个究极的合体 那么他是 可以降高 然后又有存赛的标签 然后又是 这个隶属的属性 那么就想到一个很不错的 Petboard的队伍啦 大家如果有办法凑出来的话 是可以尝试的 那么首先道技的话 我先把他给带上来先 第一个就是鬼魂啦 那么再来一个就是这个 然后supporter member力的话 就带一个这一个 快速咯 那么队伍的话 是长的这么个样子 我们的 素巫犯 嗨 又到了狂红的 龟派气功 超恶物犯的龟派气功 这两张必定回避 那么所以到时候这边的 顺位安排就是第一回合 可以回避的角色 那么最好就是一二三一起出现 然后 再来第二回合 这两位登场 那么 第三号位是谁都没有关系 大致上是这么个样子啦 嗯 反正只要就是不死 就可以了 OK 然后又够压血 让物犯变身 直接 起来 红蓝对面 哈哈哈 就是这个样子啦 那么就 Let's go OK 顺位不美 重新来过 OK 这边的话算是相当完美的顺位啦 值得我们尝试一次啦 前面两位学姐 就可以完全的回避 那么最尾的 就轮到我们的亚基罗贝 然后被打一下 这样就刚刚好 欸 因为他也是要被打一下 才可以 降那个什么嘛 降血 那么就 前面的话就随便吧 先把技术主留住啦 这个就OK 然后亚基罗贝 又可以跨回合辅助 去到给下一轮的物犯 嘖 一切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那么这边就来个全回避吧 OK 不过老师 要调这个顺位 也不是那么容易 而且这边的攻击顺 也还蛮棒 亚基罗贝 不用去拨他的 那个后续的 超高确立回避啦 被打一下 直接上天就好了 哈哈 然后他有一个KO耐心在 对 然后 快速龙嘛 OK 然后这一次 其实我也不追求速度还是什么啦 所以就 打开演出 行きます Let's go 好 昨天在跟大家介绍那个排名的时候 才说到这个误犯啊 虽然说目前的关卡来说 有些地方可能扛伤比较吃力一点 但是这种快速战的情况 可以让他快快变神的情况 你知道吗 他是很优秀的 那么这不是马上就有机会来展示了吗 对 嗨 齐来有在 然后 再用齐来的道具 靠 竟然不转 不过没关系啦 已经足够了 嗯 然后 然后 进来 39%的 辅助 十分大 嗯 で 行きます 直接 杀 6621万 然后 配上 四连必杀 应该是可以直接把敌人给红爆吧 どう 呵呵 次 5290万 哎 哎 哎 算是 撇步啦 这个东西 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呵呵呵 有没有 这就是我们 超额无分的 Chicara的 是啦 哎 超级无敌的快速 解决掉 呵呵 哎 根本不用花你几分钟的时间 就可以把敌人给干掉啦 嗯 怎么样大家 这个方式 对于苦苦花时间去挑战的情况下 可能 换个思路 就不一样 不过当然啦 这个 队伍啦 有一点限制的方面就是 嘖 这些角色啦 这边的话啦 队长 嗯 超赛悟空 什么超赛悟空都好 只要可以让他吃到 像 呃 小鸟悟空其实也ok 哎 这个也是可以 或者就是 那一张 人造人 这一次有复刻的那一张悟空也是可以 那个交替父子的悟空也是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 一二三嘛 嗯 回避回避 然后KO耐心 主要就是他的KO耐心啦 这张亚奇罗贝在这边算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没有抽到的朋友可能没办法去游玩他啦 嗯 那么剩下的后面两位 这张18号 诶什么18号 sorry 16号是一定要有的 那么最尾的这一张的话 是随意任何的角色都可以 最好是有那种回避能力 或者辅助能力的啦 嗯 什么都可以啦 ok啦 就是这个样子 大家 超级愉快 我们的悟饭 还没退流行 哈哈哈 他的龟派气功 还在线上 六千多万的火力 直接 射爆对面 北极豆 看到了吗 这才叫做火力 哈哈哈 哈哈哈 kimochi 欸 machi kimochi 哈哈哈 ok啦 就是这个样子 这次的影片很短 哈哈哈 拜拜